您家看趋势 输家看涨跌 大家好 丛工 欢迎收看台股战略家 大盘惊心动魄 大盘如同陈锋老师所说的 14000点的确来挑战 来测底 整体的一个大盘的一个结构 是不是遭受到破坏了 我想近两天的一个下点 验证了陈锋老师所说的 短期间重量级 短期的电子股 您可能都不要去摸了 这个呼吁已经讲了 足足快要一个月以上了 那这样的一个呼吁 我不知道投资朋友 到底有没有听到 那全球正在升息当中 就因为市场误判的情势 认为联准会明年下半年 会展开所谓的降息 那市场上投降了吗 市场上投降了吗 市场上真的认为 2023年下半年 鲍尔会执行所谓的降息吗 我们来看一项数据 这项数据呢 我想在11月25号的时候 上个月我告诉大家 当时的30年的公债值利率飙升 来到了3.71% 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呢 这样的长期的利率呢 开始震了震 震荡了一下 各位为什么我常常要看债市 股市很大 我告诉你 大不过公债市场的规模 公债市场的规模 是股票市场的至少4到5倍以上 尤其是美国公债市场 所以景气的一个周期 景气的一个轮动 公债市场是相对敏感许多的 那当然股票市场 因为大家长期在接触 只要你身边有人在玩公债的 我告诉你 非富即贵 对方非富即贵 因为一次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单位的一个 美国公债呢 至少要500万美元以上 才可以来玩 才可以来参与竞票 500万元以上 你乘以30 看看多少钱 这只是一个单位哦 那当然 再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领先性的一个指标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11月25号 我曾经告诉过大家 公债值率绝对还会比3.71来的高 上一次的金融危机呢 是5.25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多少 这张图为什么迟迟的都没有把它拿掉 就是为了来日后的验证 来各位 你看一下 目前30年起的政府公债值率呢 已经来到了多少 已经来到了3.96 我们把图放大一下 近几天呢 盘中最高呢 都还有来到呢 大概在10月 看一下 10月 11月的时候 11月初的时候 10月21 有来到什么 4.34哦 10月21 又来到4.34之后呢 拉回 那近期呢 又开始窜升 近一周呢 从相对低点 到昨天为止呢 已经涨快5.2%了 这样的一个公债值率率 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目前呢 全球对于升息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呢 又再一次的 又再一次的这个预期呢 又开始来做个怎么样 来做一个攀升了 来做一个攀升了 我重新整理 让大家再看一次 各位有没有看到 再次的在这边呢 又做了一个短期上的一个攀升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样的一个动作 会是结束的时候吗 这样的一个攀升会是结束的一个时候吗 我想告诉大家是说 并没有 还是会持续的来做一个拉抬的一个动作 因为没有降息的问题 更没有所谓的资金要持续宽松 这是市场上假性的 短暂的对市场的判断的 有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 那么接下来今天的台北股市 有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 绝对有 各位我们看一下 今天大盘呢 看似很好 说了一个下影线 各位这下影线可信吗 下影线如果可信的话 那我告诉大家 大家都去看技术本集就好 去外面的书翻一翻就好了 会有这样的下影线 就是有大所获的人丢出来 谁 不会是关股啊 关股在这几天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 他必须要吃下任何卖压 他必须要让 关股有一些肩负 所谓的一个政策性的一个任务嘛 他必须要肩负 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 下跌他要买啊 下跌他要买啊 关股要出货给谁 关股不是要出货给券商 关股是要出货给外资啊 所以外资是必要来拉抬啊 那跌到一万 今天最低点来到多少 来到一万三千九百八十一点 外资会来吗 外资会 当然会 力道大吗 不会 力道不会大 我们来看一下 台积电 已经跌破了巴菲特的防线了 哇塞 三百八十一块你们没有买 五百块呢 我告诉你们不要买了 你们直接买进去就是会中奖 有没有看到 十二月九号转折 转在哪里 当时有人说 哇这个要一万五一万六 听得很舒服啊 但实际上呢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认为 十二月九号 它是一个转折的时候 从四百八到哪里 到四百四十三 一张四万多块 其实也没有多多 但问题是 如果你有十张呢 四十万很多了 那会不会再继续下去 我告诉你 持续在这边做震荡 持续在这边做震荡 因为整体的一个 重量级的全职股 尤其是台积电 它的格局 已经有一点点怎么样 被破坏掉了 被破坏掉了 它是用缓跌的方式 为什么缓跌 因为它是台积电 台积电必须要大跌的时候 成交量才会出来 大跌的时候 成交量才会出来 它是用透过缓跌的方式 击手啊那种 它倒着要出了 倒着要出了 联发客 昨天的下影线 根本就是什么呀 什么老师认为 那个都是关谷辣的 八分级差不多 八十七% 建库一尾 八十现在是怎么 八十在倒 八十在偏 所以我们将时 我们变成说 我们最大的电竹构 现在切成的电竹构 我们就要怎么 已经在 稍微火在火 火再洗了 然后呢 它是一个盘头 跌下来 再盘 再跌下来 这是一个盘叠盘 盘叠的格局 现在你说好 台积电这么好 是怎么 台积电怎么说 你说好 台积电说 现在台南市 三奈米的工厂 又去下来 厂房叫盖 就不叫去台厂 这也是麻烦 虽然 我们美花部长就说 现在台湾的台积电 三奈米的 又在台湾 今天是怎样 今天是怎样 想开盘和票放下来 开盘谁把台积电 放票放下来 你看这样开盘 三千几张就下来 12月29号 三千几张 没买盘 这样就下来 谁收起来 你看最后买包 又跌下来 所以昨天 陈老师说 认为九千双 这里要拉 量还不错 尾盘做得很好 但其实陈老师告诉大家 你有信心 那你不能够买台积电 买在这里 你不要管那三奈米去哪里 不管去阿里托纳 不管去熊本 不管去什么 全世界都 回集都是在台积电的顶 但不是这样看 意思就是说 现在 如果我们说这个台积电 要穿上来 我们现在是四百多块 四百四十六块 我们要到五百块 想要出来 台积电要开支 不好意思 外资要开支 你外资不开支 你外资像说 要在台湾 一直卖股票 你关股这么没了多久 你会这么多块钱 所以这个当悄悄板的 就是这样在积电 所以现在如果说指数要稳定 我跟你说 百名的 没他不行 没航运绝对不行 航运这还没出到的 这到八万几张而已 对吧 六万张 八万张 这个八万 这个八点一万 这个六万 这没十五万 那我就把幅开出去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结构 这个在当时 这个在判 我就跟你说 长龙就是会去 但是他怎么 但是他现在大家都在落桌 大家都在落难 他没法自己一个人扭 这样扭起来 这样扭起来 要出路什么 出路更低 对吧 他就是要变怎么 台积电在台 他稍然就可以了 台积电有在哪 联发科有在哪 金融股2881 金融股 这也要来做反弹 以后再拉 这样长龙来扭 他扮谁才会好伤 或者是说 投信比较青睐 没有受险公司的 所以你看到 富邦金跟 跟国泰金呢 可能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 包括现在可能正在发生 外资呢 会卖超 会卖超这些金融股 反而是没有受险公司的 比如说 我说受险公司即便有 规模也没有 富邦金跟国泰金来的大 2885元大金 这个成交量就比较小了 这个文化主币 没有在算元大金的 打算比较多 2891 中信金 这都投信在买的 还有造风金 这都投信在买的 所以这个金融股有机会 噴一两支 4-5%的 有 有 我们随便就用 就以中信金来讲好了 这个到25块没有问题 这到25块没有问题 所以金融股 跟这个航运 两个来撑场 我刚才说 比较低级是很低的 那低级是不是说 它的基本面很好的 在盘整 不是啦 那是当国泰到外国尺寸 你百几块放下来 放到60几块 40几块的 中间都没反弹过 这会去 存这种的去 不管是空担 要補回来 还是说轻轻一推 他就可以 大概两三千张的量 就可以涨停了 甚至一千多张就可以涨停 因为没人有了 没人有了 台湾都记住了 台湾的记住 就是要穿起来的时候 所以现在大半 你问陈锋 阿老师 这就是万事 万事到旧我反弹 会啦 因为大家都想要在这里放空 你应该想说 12月9号 我跟你说的时候放空 不会 这就是枸杞 二妙的所在 有趣的地方 当你想做多 就往下掉 当你想做空就往上涨 这就是一般的 导致朋友的宿命 所以今天总统老师跟您说 就是说 我长 一支 长 正义 前天 多一支 多一支 IC设计 那很低 那很低 有些IC设计已经表态了 4968利基 你看 你看一支而已 砰一支 今天跌停 砰一支而已 跌停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要来算 算法 算法 还是要走得快 像过期的景色 要走得快 要跑得快 你走不快 你看 你就这样 你怎么算 长天 长天 量很多 跌停 那这样 那就是去用 倒了 去用 拼到 这就是去用 抠到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我告诉你大环境是如此 现在如果传出 接下来台积电的驾动率不够呢 接下来如果台积电告诉你说 欸 我要资本支出缩减 哇 这个事情不知道 你没有想到这一块 所以为什么他这时候 拿出来告诉大家 长期利率不能这样升 一旦来到4% 那如果挖起到5% 工程也好 公司也好 现在的一个 一个必须要拆掉的一个危机啊 所以说软着陆有这么容易吗 软着陆 从过去到现在 只有哪一年有实现过 1994年之后 柯林顿 柯林顿很有名的一个柯林顿 柯林顿一当几岁 一当几岁 1994年我几岁 十岁年了 对吧 八年的柯林顿 让美国有财政隐喻 厉害 一当几岁年准会主席一下 柯林斯班 柯林斯班 公司包的男人 好 林准会 我拿在公司包 如果公司包很高的 代表说他要再说什么 如果公司包都不不不不 就是什么 上班要去看薄杂泡咖啤的 我们是有趣打个比方 只有他实现过一次软着陆 而且成效不错 即便在97金融风暴98的所谓的俄罗斯债的违约之后 他也是处理的相当相当的好 十到两千年这个泡沫才怎么样 一次拼下来 每天泡沫 一次拼下来 一次拼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现在大家都要再生意 怎么老是身为分析师 考过分析师 我的职责就是在这个时候 告诉你市场真实的面貌是什么 不是新闻在这边打打 这边在吵析师 你看 你看这个联法科 我们就问一下 我是不是跟你说 他这拼都没力 这绝对还滚下来 他这拼都没力 都没拼 没拌 什么叫主动攻击 那人说 在小战的时候 那个长毛要吐一下 吐来说 那力量我都处理 结果遇到 遭遇到比较大的力量的时候 自己在长毛会怕 长毛又挠回来 门又关起来 关起来后呢 那人门又开口 又一直拿 现在没钱就是这样 所以今天的联法科 最低点拿到多少 623块 667是已经破了 660已经破了 这最低是681 660在哪里 就在这里 这个660已经破了 所以我说财富哪是660 无论如何 你过去了 拜托 你就是不能再回来 你每回来一次 压力就多增加一次 你好不容易突破了 你整理 你都可以整理 你要怎么整理都可以 整理就是为了往上 结果你整理往下 那代表什么 代表你这一段时间 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跟未来是怎么样 都跟未来 会往上的一个几率呢 刚好是怎么样 刚好是 慢慢慢慢减少的 你这里就是 你这里原本以为 这边 就是接下来的 一到两个月呢 这里整理好了 这里会上去嘛 结果呢 还要再继续玩 掉一根下来 5% 这一段时间 这是什么新闻 机子买了不好嘛 中国台流 机子买了不好嘛 中低节都买了不好嘛 所以他再拌下来 一拌下来 再拌下来 所以他现在拌了 我跟你说他现在拌了 650块就好了 你没过都不用说了 没有过都不用讲 这呢 哇今天红海 100块不够了 100块不够了 红海说100块不够了 哇要怎么 要怎么 要怎么 已经100块不够了 跌破了哦 怎么个跌破法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现在现在看 怎么破的 他这100块是怎么破的 上榜 榜榜榜榜 你看 榜6000多张 就在破的 破防 6000多张而已 破防 你看这还求 这还5000多张 还是拌破不好 你看 5000多张 没到6000 到这里6300多张 我就破了 所以他整个形态 他有被破坏掉 我们来刮30分线的话 你看 他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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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经破了 你变成说你要 如果要展现出强势 你一支通报要哪些 通报要5% 通报要5%的长红棒起来 5%的长红棒 而且要带量 量了多少 你至少都要 比这个7000多张 你通报要120000 各位 哲宏老师说出了 这些成交量 你都可以后面慢慢去验证 这就是判断 你外资一倍没一倍 还是在定期 我们都从这些成交量 都可以看出短理 你说现在有冬冬 冬冬冬 那还是可以去拿捏 可以去抓掉的 可以去抓掉的 当然要看没笔的交易 那可以去抓掉的 肚子要怎么打 要怎么用 所以现在的问题 已经不是说股票可以买 股票都可以买 你要买什么 你要买什么 你想买什么 我现在打的主族 就是两点 海运跟什么 跟 比较低的那些IC设计 有喷个一两根 赶快 脚底抹油 就走了 小型股我都没买了 生技股我都没买了 简单明了 电动车有一支而已 还在盘 就这三支而已 所以接下来 陈锋老师要 会给大家一个很诚恳的一个建议 你不论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你要出奇自胜 甚至你要能够舒舒服服的一个操作 你只能够看陈锋老师每天的盘后节目 我直接告诉你 台北股市到底有没有升级 你不用听 吉他来说 这怎么 每天每天 去观察这一些 恶定股票的一些走势 我们再讲一个就好了 这都大级的 到大级的 这都没有 这都两级而已 这个都没有 这个也没有 都倒倒出了 倒倒出了 这都反弹 这叫做反弹 这惯性都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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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趟2300几个 一张200几个万 纯哪这 纯1900几个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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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230万的股票 没有几天而已 没有到一公月 差不多一公月 一公月而已 一公月 两百十三万的股票 达到百七万 这中间了多少 达到四十三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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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呢 也是同样 这这样不行 这总结更容易 所以我们看K线的一个架构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有多普及 有多普及 我们这就知道 为什么这么多 不要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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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收到三天而已 就帮10%下来 要继续盘 那就是这样用的 所以他变成说 每次你用出去 我是怎么跟大家说 股票收起 你不要压力 你股票上去 你不要去追 多观察两到三天 这里没有你买不到的股票 只有你甩不掉的货 将是没在说你的股票买不到 所以以上这些经验呢 透过了短短二十分钟 直播老师告诉你台北股市呢 的确面临到一个 必须要有外资来撑场的局面 不能再靠这些好消息了 不能再靠关股 靠关股没有用 所以你要延长什么两年 国安基金延长两年三年 那些都不好 重点是说你多资来买 你多资来买 加上国安基金 不要再说国安基金 那经济的时候才能用 我们说自己的关股就好了 我们自己的关股也是要盼起 加上关股 竟然去点火 投资人或有申购基金 投信去买 这些好的全资股的公司 台股才可以进入所谓的正常运动 不如现在存在哪 存在这么准 存在这么准 如果长龙买买去 我们看东森 那都可以 那都可以 所以这些问题我一一的点出来 目的就是要让大家的资产怎么样 能够稳定的增长 那这边也讲到这 我买什么都跟大家讲 大家你有没有去深刻的了解 陈光老师对我这边有点用心 明天生最后一天交易 展望2023年 将会是一个 前半年将是会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行情 直到2023的下半年 才有机会走出一番新的气象 也祝福各位投资朋友在兔年 接下来的兔年 能够让自己大发力士 投资要小心 如果你对于接下来的投资 有任何的疑问 欢迎你持续追踪 陈光老师的台股战略家 还没加入我TG 还没有加入我的9800 赶快来做一个加入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下午同学时间 台股战略家 我们再会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